在流失中我们去追这些股票 就是说我们除了看它的趋势之外 当然我们还要看它的基本面了 如果没有基本面做支撑的这些股票 主力资金其实它也是不敢大规模去运作的 对不对 那么公司的基本面的话 我们就要续做它的财务分析了 财务分析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一样 它会给你一个体检表 那么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我们去看三张表 一个叫资产负债表 第二个叫现金流表 第三个叫权益表 所谓资产负债表 它指的是我整个公司的资产 它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叫做负债 一个叫做所谓的权益 对不对 公司的运营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钱加上借来的钱 滚在一块儿 然后往往滚去赚钱 那么这个就是公司的逻辑 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的话 这就意味着我整个资金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但是资产负债率如果过低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整个的扩张的可能性也比较弱 当然不同的行业 它的资产负债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行业是天生的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的 比如说像房地产行业 对吧 那么有的行业天生的资产负债率比较低的 类似于像这种消费行业 所以你不能够在统一去看 而是在同行业之间去做这样的分析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权益表了 权益表无非就是看你到底赚不赚钱了 对不对 这里面我们就要看 比如说它的收益率 净利润率 它就是把你的销售收入 扣掉各种成本 再扣掉各种税之后 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是我们最终经营的一年之后的成果 所以我们看一下公司好不好 我们就希望看它这个经营力的一年之后 它能不能给我们收益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叫做现金流表 现金流表代表的是这家公司的抗风险的能力 那么现金流这玩意 就跟人身体的血液一样 人一旦这个血没有的话 那它就很容易就会死掉 对不对 所以现金流表的话 它往往使它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宏观经济走弱的时候 那现金流比较好的这公司的话 它也会非常好的抗风险能力 所以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分析 我们就主要看着这个三张表 分别是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表 现金流表 这种感觉是资产负债表 第一集 是资产负债表 那么全然之后 这个邀论 就是资产负债表 我们在当中的视频 我们在萎尔赛里面